欧阳娜娜凌晨INF更新博文 在波士顿的第一个早餐 网友求欲转眼间的时间 欧阳娜娜已经离开国内去向波士顿亮间了 从现在起欧阳娜娜正式步入大学生活 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 看到了欧阳娜娜小姐姐去向国内上学 给我的感觉就是特高大上 真的让人羡慕啊 不过我这个连高中的都没有练完的人 对于大学就是渴望而不可求的 9月1日的时候欧阳娜娜工作室曝光 那欧阳娜娜第一张背影照片并配文 欧阳娜娜飞往波士顿 感谢所有的相遇 感谢所有的陪伴 感谢大家 等我们回来 那一刻欧阳娜娜正式成为了不假的大学生了 9月开学即开始了新的旅程 不过在欧阳娜娜宣布离开国内去向波士顿上学的后 不少粉丝表示不舍 从9月1日的离开 至今才两天多的时间 作为去向波士顿的欧阳娜娜 在INS上更新的博文 First breakfast in Boston 因为在波士顿的第一个早餐 我只想说说欧阳娜娜 你去两天都没有去过早餐了 这么瘦 再不多吃一点风都能够把你吹走了 不过从照片中看到欧阳娜娜精神非常的不错 看来去向一国他乡 体验了好的环境 心情也变得如此的舒畅 欧阳娜娜以后江湖再见 欧阳娜娜凌晨INS更新博文 在波士顿的第一个早餐 网友求偶遇 而在欧阳娜娜今月9月3月凌晨更新了博文后 网友话都不问的 就喊话求偶遇 不过波士顿的国内的小伙伴很多的 估计和欧阳娜娜偶遇应该容易吧 欧阳娜娜凌晨INS更新博文 与老同学合影 看似心情很舒畅 网友以及粉丝 我希望我能见到你 我们走吧 娜娜你来波士顿了 这是娜娜书里提到的那位科蒂斯老同学吗 也是美女哎 求偶遇哈哈 希望你的成功帮你找回一点自由 请享受你的大学生活 爸很愿意看到你的分享主号 难道不是分享工作了 也蛮棒的 多吃早餐 在不少粉丝和网友得知欧阳娜娜 去了波士顿的消息后 大家纷纷表示希望欧阳娜娜在新的环境 能够学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在异国他乡至少也不再被打扰 可以学习 可以自由的生活 希望小姐姐 欧阳娜娜在波士顿成绩帮抱呆 加油哦 江湖再见 小女啦 小女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